和清潔隊員們寒生 新聞上侯友宜 特別來到永和區 清潔隊資收場 感謝他們在春節期間 不停歇 維護市場環境 最近開學在即安若 馬上清潔404所的 學校的環境 以及校內的清潔 因為春節 接著還要忙開學 清潔隊員們在假日更辛苦 因此針對端午節 中秋節出勤的清潔隊員 除了加發一日工資外 也給予一日補休 另外在福利上 也有更多優惠 非常地辛苦 尤其在春節期間 所說的垃圾量 比方多了兩倍 尤其大型的家具 特別多 尤其疫情期間 清潔隊員激動 針對人潮擁擠處消毒 讓民眾可以安心出門 去年疫情升溫之際 清潔隊員所執行的環境清潔 也帶給民眾 很大的安定力量 對回歸正常生活 功不可沒 八大新聞 綜合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